本赛季如果说鲁能泰山队最失忆的球员是谁的话,那么刘彬彬算是首当其冲,这个鲁能93黄金一代中最让人看好,也是最先稳定的踢上比赛的球员, 如今却在本赛季的比赛中逐渐沦落成为了边缘人物,偶有几次替补出场的机会也显有出彩的表现,有人说自从刘彬彬当了父亲之后,个人的重心更多的是往家庭方面转移了,但事实并非如此,刘彬彬在训练场上一直都在努力着,本赛季李肖鹏接手球队以来,球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 而刘彬彬则成为了改革中最受伤的那个人,新体系之下,刘彬彬始终无法融入球队,吴兴涵虽然也没有刚出头,时候的那骨子冲进, 但是吴兴涵的全面性让他在与刘彬彬的竞争中站得先机,因此吴兴涵已经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左边前卫, 而刘彬彬只能在替补席上等待机会,如今伴随着中超U23新政的史诗,在鲁能这么等下去,或许对于刘彬彬而言只能是荒废青春, 其实在本赛季连赛间歇期,有两家南方俱乐部,向鲁能提出了先租后买引进刘彬彬的想法, 但是这个想法不仅鲁能俱乐部没有同意,就连刘彬彬本人都婉言谢绝了,面对这两份大合同, 刘彬彬,只有一句话,鲁能给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,如果让我离开除非是鲁能不再需要我了, 简单的一句话却表达出刘彬彬对于鲁能不舍的感情,正是这种鲁能精深的所在, 注定了踏步,会在鲁能失去机会,无论是一支球队,一家公司,一个企业, 传承的力量永远是不容忽视的,本赛季鲁能启用鲁能系的本土教练班底, 大范围启用鲁能足效培养出的年轻球员,在我们的队伍里充满了鲁能原始血液, 我们坚信球队在经过二到三年的换血之后,球队会逐渐在繁杂的中超球队中脱颖而出, 我们看到的不是眼前的利益,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之后的鲁能体育, 而像刘彬彬这样的球员还有很多,我们也希望这些球员, 都可以在球队通过努力踢出来,突破瓶颈期,成长为鲁能体育发展道路上重要的一环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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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